整體效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整體效能使用起來都是非常流暢 整體效能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都非常非常流暢 整體效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很流暢 因為它已經幾乎是一個旗艦規格的CPU 整體使用起來是非常非常流暢 因為它幾乎的等級就是已經到中高階的CPU了 非常高 使用起來非常非常流暢 那這樣子 目前這樣使用起來就是非常流暢 安裝APP我都把它安裝上來 那真的是沒有什麼話說 每一個動作都非常快速 非常 用到現在我覺得這整 整個效能沒有什麼話說 我剛剛也有下載一個什麼 Shadowed Gone Legend 整體的效能真的是沒有什麼話說 它整個就是非常流暢 速度沒有 整體 整個效能真的沒有什麼話說 它就是幾乎一個是中高階 它已經幾乎是旗艦規格的CPU了 真的沒有什麼話說 那我也下載了一些遊戲 像是Shadowed Gone Legend 那真的是沒有什麼話說 這種巨型3D的遊戲 就當然不倒它了 這樣使用下來整個效能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它幾乎就是一個奇境規格的 那我所有的app 那我所有的app 都安裝上 那我每一個app 這樣開關 整個流暢性 整個後面緩存的空間 這些 全部都非常非常流暢 因為它也就是用了那個 其間2啦 那我所有的app 都加上 那我所有的正常 那我所有日常的app 都裝上來 那整個使用起來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整個切換app 然後你這樣快速切換 或者是你要複製貼上擷取 然後螢幕錄影 然後幹嘛 完全沒有什麼大問題 真的是超棒 那我把所有我的app 全部都加上 那我把所有的app 都已經安裝在這個手機上面 那使用起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流暢 因為它幾乎就是一個 旗艦規格的CPU在裡面 真的是超級流暢 那使用起來 什麼切換啊 然後你要多工啊 懸浮視窗 都沒有問題 真的是超厲害 那我把我所有的app 都全部加 那我把我所有會用到的app 都已經安裝起來 那真的使用起來 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它幾乎就是一個旗艦規格的CPU 在這支手機裡面 那我也安裝了一個叫做 Shadow Gone Legend的3D大型遊戲 來玩玩看 真的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我把我所有會用到的app 那比較大的 但比較大的問題呢 就可能像是其他的日常的app 像是我有一個記帳的app 但 但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我有一些日常的 但是比較大的問題呢 我就是 那比較 到目前遇到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有一些日常 可能會用到的app 像是我這個有一個記帳的app 那它就可以蓋一個小城市 那目前這樣子滑起來 非常非常的卡 因為我上面有很多很多的 元素在上面 但是 整個滑動起來 就是一個卡卡的狀態 那還有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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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一... 那下一個這個... 那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其實就不是個...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習慣的問題 就是你現在螢幕是120Hz 你這樣滑起來很爽 但是有一些軟體 它沒有支援120Hz 它跳回60Hz 那你很明顯的就感受出來 喔!它怎麼會卡卡的 因為你又回到60Hz 然後你跳出來 然後又開始滑到這個系統的部分的話 哇塞 又開始流暢起來 就會有一個 需要習慣 就說 怎麼忽然又卡卡 然後跳出來又變得更流暢 但其實不是手機卡 是那個軟體 就是不支援這樣子而已 那你又說到什麼 就是很讓你倒走 就是想按照 我把那個可以拿出來 那些錢 你馬上回砍